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水 这个地名由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 浊水溪及清水溪两条水路在这里倒巴自行汇流 另一种说法则跟彰化地区的重要水利工程巴宝泉有关 说到巴宝泉它可是台湾最早开凿的水泉哦 1719年就完工 现在已经300多岁了 当时有位叫湿市榜的人在彰化地区经营开墾事业 为了方便灌溉建造了湿错泉也称为巴宝一泉 两年后另一位开墾者黄世青依师错泉的成功经验 也开辟了十五庄泉 也称为巴宝二泉 这两条灌溉水路对彰化地区的早期农业发展非常重要 后来又新建了联络两条水路的二分泉 就位于现今二水箱的中心位置 所以也有人认为二八水是取二分寸的二与巴宝寸的八来命名的 而在巴宝寸新建的初期工程很不顺利 这时有位自称林先生的人忽然出现 画图交受饮水的秘诀 后来又很神秘的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彰化宪志记载了这段历史 翻成白话来说就是 这个人衣冠古仆谈吐风雅 但不知道到底是谁 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笑笑不回答 再问他才说 就叫我林先生就好了啦 为了感谢这位林先生的贡献 后人盖了庙来祭祀他 目前位于巴宝二尊取水口正对面 除了主寺林先生以外 也庞似施士榜与皇室清两位 建尊有功的地方人士 虽然不是祭祀什么高大上的神明 但也充满了富含人情味的温暖感受呢 八宝寸公园的所在地点相当偏僻 位在一条自行车道的途中 自行车道沿着水寸与山壁建造 景观还不错 不过公园本身就 有点荒凉 公园里有一些艺术造景 与几座感觉以前可以转动 但现在完全卡死动不了的水车等水利设施 然后凉亭 就这样 骑脚踏车骑累了可以来休息啦 二水地区另一个重要的象征是猴子 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猴子形象的装饰 风柏登山步道又被称为松柏岭登庙步道 就是看猴子的好地方 在正式进入步道前 会先经过拥有宽广停车场的松柏广场 这里有新颖干净功能齐全的厕所 还有很酷的穆斯林厕所 其实我原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穆斯林们上的厕所跟我们不一样吗 哦原来是指厕所里有装饰冲洗器啊 伊斯兰教习俗中上完厕所不是用纸擦 而是用水洗的 我很喜欢这种方式 自己家的厕所也装了冲洗器 干净卫生节省纸资源 可以预防痔疮 甚至还能改善便秘问题呢 诶 有点离题 往步道口前进的途中 有小心猕猴的警告标示 猕猴是会在特定时段出没的 资料上说通常是在早上八九点和下午三四点时出现 我去的时候完美地避开了这两个时段 到底会不会成功看到猴子呢 好紧张啊 其实即使没有猴子 风柏登山步道 也是一条很棒的步道 全程平缓无阶梯 固定有人整理环境 看起来整洁又美观 途中有四座维护良好的凉亭 无论什么时候来都很舒服 走到这个赏源台附近 想说赏源 啊猴子咧 猴子在哪里 猴子出现啦 喔喔喔喔 真的好多猴子啊 哈啰猴子你好吗 不好意思我不能喂你 但你可以还是理我一下吗 我在拍片啊 爸托 这里的猴子们不怎么怕人 步道两侧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一直来来回回穿越步道 只要站在步道中间动作不要太大 他们也会很自在地从你身边经过 我知道中山大学的同学们可能会觉得 猴子到处都是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不好意思啦 我台北香巴佬 看到任何野生动物都很兴奋啊 总而言之 风柏登山步道走起来很舒服 坐在凉亭休息看猴子也是很有趣的体验 不过记得不要喂食喔 步道后段会通往松柏岭寿天宫 在民间相近内 就留到以后再介绍啦 既然二水地区有这么多台湾猴 拥有一座台湾猴猴生态教育馆也是很合理的 台湾猴猴在2019年以前是保育类动物 这里就是以前的台湾猴监测站 2006年时成立生态教育馆 向民众宣导正确的保育知识 主要展示空间在二楼 有台湾猴生活环境的造景与模型 以及一些图文影像说明 但空间真的是相当小 几分钟就可以看完了 教育馆后方有生态步道与赏蝶区 从生态步道入口处往内看 还蛮漂亮的 没有铺设石板或木板 富含原始森林的味道 不过…就…呃…走完了 嗯…真的也是个很短的步道啊 赏蝶区种了许多蜜园植物 有漂亮的花可以看 我觉得来这里如果参加团体导览会更有趣 因为教育馆后方的山坡 以前就是化成台湾猴猴保育区的 后来因为保育效果良好而解编 导览人员会带游客观察台湾猴猴生态 交通上来说没有更方便的地方了 想去的话可以先打电话问问 有没有团可以跟喔 坑内坑森林步道 也是一条通往松百岭受天公的静香古道 这条步道近年来爆红 是因为在步道入口处 种植了两排黄花枫林牧 在每年3月左右开花时 黄澄澄的花海像是炸开了来非常漂亮 黄花枫林牧是巴西的国花 原产于中美与南美洲 1969年才引进台湾 所以早期的台湾印象中是没有它的 现在在台中以南有许多地方 都种植了黄花枫林牧 每年3月时的金黄花海吸引了很多游客 不过通常游客来拍照的地方 只是坑内坑森林步道入口处的一小段而已 而且其实是车道 后面进入山林区域的步道也很值得游历喔 与风柏登山步道相同 坑内坑森林步道大部分都平缓无阶梯 沿途设置了生态工程展示区 生态观察区与观景平台 呃 我觉得现场状况 介于维护正常与维护不佳之间 有一点可惜 无论如何 这依然是一条走起来很舒服的步道 大多树印浓密 偶尔开阔平台 也会令人惊喜地遇到几株美丽樱花 即使不是在黄花枫林牧开花的季节也可以来喔 二水车站是台铁积极县的起始站 搭乘积极县的游客要在这里换乘列车 往南投县与日月潭的方向前进 所以在月台上可以看到 纪念积极县赴始的纪念碑 车站站体是少数日治时期 遗留下来的混凝土建筑 从1935年就使用到现在了 也是彰化县的限定古迹 当年它可是国内第一个 三线铁道共购的水路转运站喔 二水车站前的二水老街 有几栋红砖老屋 保留了少许二水地区 过往风华的历史记忆 在二水车站附近 有一座小小的 2018年才完工开放的 二八水水公园 虽然腹地不大 但却是火车迷们必访的地点 公园中利用旧铁轨做设计造景 也有两部已经退役的蒸汽火车头 比较小的是台塘唐铁过往使用的五分车 而比较大的一部则大有来头 CT278号蒸汽火车头 是台湾纵贯铁路第一辆快速旅客列车 号称蒸汽女王啊 在当年是极高级的列车 常常被用来作为高级官员与总统的专车 行驶29年后退役成列于此 也代表着二水车站台铁纵贯县 航铁三铁共购的特殊地位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个二水地区社区营造的感源案例 源泉文具行在1970年代就开业了 营业了40年左右 当初的老板郑妈妈之所以坚持要在这个小地方开文具行 是为了社区里的小朋友们 她希望孩子们不用为了一两样文具大老远跑到市区去买 平常晚上做功课临时需要的时候 在社区里就有地方买了 2011年时郑妈妈过世了 文具行也拉下了铁门 到了2020年郑妈妈的家人同意 将文具行提供给社区营造计划使用 加上一家台中的营造商义务协助整修 改以全员故事屋的新名字重新开门 成为汇集在地文创商品、小农特产、社区记忆 以及在地旅游活动的公共服务空间 店里每天都有不老店长值班 由在地的退休爷爷奶奶为大家服务 同时也藉由他们丰富的地方生活经验 向游客们介绍二水地区与源泉社区 故事屋里有许多有趣的商品 像是用二水名产芭蜡制作的芭蜡软糖、芭蜡干、芭蜡果汁 当然也有整颗芭蜡可以直接带走 以及我个人最喜欢的 以石狗造型创作出的各种商品 石狗是一种水利设施 用来放在河中阻挡急流 类似古代的销波块 相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林先生 所传授的技术哦 画面里这些倒三角形的竹边器具 就是以石狗形象创作的 二水箱作为彰化县通往南投县的门户 无论是在历史上或是现在 交通地位都很重要 只是很可惜的 形色匆匆的旅客们 很少会在这个山下的小地方停下脚步 其实二水箱是个很有风情的乡镇 期待台铁田中之县完工后 可以带来一些改变哦 好啦这就是这集的 讲完亲笔恋爱台湾 喜欢的话麻烦按赞留言分享小铃铛哦 掰